大热天骑士骑车等红灯躲树印下躲好躲满 但突然刹车差点让驾驶撞上气的标果骂 高雄一名骑士为了躲太阳遭检举16000元 7月9号车主和朋友骑车双载 为了躲太阳停在机车道 后方骑士差点撞上气到检举 警方以危险驾驶开罚16000元 让车主超傻眼 民众也说这个金额真的太狠 但根据交通规定 骑车躲晒停车是属于零停行为 其实无法可罚 车主也进行申诉 最后成功策单处理 躲太阳为暂停行为 与临时停车危险驾驶不同 尚无法折 大热天骑车外出 为了躲晒找阴凉处停车 前辆车获得意外频传 但如果真的发生追撞 后方驾驶还得负起责任 骑士躲太阳临停无法可罚 警方呼吁还是保持 大一点的安全距离 降低意外发生 旧航讯 叶振云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